那么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下函数的简单性质 这是说的导函数或者导数的简单性质 这个简单性质呢 我们现在根据定义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进一步的很重要的一些结果 归纳一下 第一条 如果F1平X0存在 这个实际上我们已经讲过了 等价于F1平X0左导数右导数都存在 而且怎么样啊 相等 这个是充分必要条件了 再一点可导 第二条 如果一个函数FX在 在S0处可导 则我们可以下出一个结论 则FX在S0处一定是连续的 这又是一个if the end 如果可导 在哪一点函数一定是连续的 换句话讲 我们也可以想到 连续是可导的什么条件 必要条件 换句话讲 在一点不连续的函数 注定是不可导的 是吧 注定是不可导的 这个我们可以证明 证明非常简单 假设FX在S0处可导 则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好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定义的 一个形式来考虑 实际上这个就是 上面就是deltaFX 这个呢是什么 这就是deltaX 当然了 也可以把它 我们为加成导流的定义啊 再写一遍 我们说这个已经存在 等于F1'X0 这个极限要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发现 第二个X趋零 分母已经是五星小量 知道吗 必要什么 又是五星小量比接 这个是不是一定趋零 否则的话 这个不能存在 知道吗 这个要趋零的话 再跟你导书定义 用F这个函数 在某一个 S0的一个 零里面 是不是有定义啊 这是导书定义的大前提嘛 于是 马上就根据 点连续的三样素 这个Fx在 在S0处 是连续的 因为 第二个X趋零 第二个X等于什么 第二个Fx 就是 Fx 减去Fx0 或是 我们一再 变弃凡的来写这个 S0加 第二个X 减去Fx0 所谓 X趋向于X0 或是叫做 第二个X趋向于0 不管哪一个说法 是不是都有 这个趋向于它 这个趋向于它 是不是 X趋于X0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把X看作变量 如果是第二个X趋零的时候 在这一块里变 第二个X是变量 所以就是说 极限值是不是就等于函数值啊 第二个F趋零是无形小量 那就意味着极限值等于什么 函数值 这不是极限值就等于函数值吗 它的极限值就等于函数值 是不是 所以 可导的时候 函数在那点一定是连续的 或者换句话讲 在不连续的点上 一定是不可导 一定不可导 这是第二个 简单性质 下面第三个简单性质 如果 已经知道 FX 比如说 在某一个 X0 那个0里面有定义 并且还知道 F1'X0存在 并且 大于0 或是说 小于0 这个写法 既然写出来 就是已经存在了啊 大于0 则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当 X属于 X0 加上 X0 再写一下 写错了 X属于 X0-Δ X0-Δ 或者这写成是存在着一个 第二个大一领 第二个大一领 其中 第二个大一领呢 大一领 并且小于这个 第二个 就是更小的一个 在这个里面 有 FX 一定小于FX0 而当X属于 另外半个领域的时候 X0到 X0加 第二个的时候 第二个0 FX呢 会大于 F5 X0 这个结论呢 是对 导数值大于0 来说的 如果小于0 结论就怎么样啊 反过来 啊 小于0 就反过来 这样的一个性质呢 叫什么呢 注意听 这个性质叫做 由导数的导数值 在一点出导数值的正负号 所决定的 导数值的局部比较性质 是局部的 这个第二个0 可能很小 但是再小也会存在一个 总能找到一个 在这里边 导数值的大小 是有比较结论的 大家闭眼想一想 我们写这个描述 文字上来讲 在S0的右侧 在某一个小的半区间给变 F的值会大于固定点的那点 F X0 知道吗 当导数大一个0的时候 在S0的左侧的半区间给变 F的值会怎么样啊 小于FX0 那点固定的值 这是导数大一个0 如果小一个0 结论相反 这个结论是非常容易证明的 要证明这个结论 需要用到我们到现在为止 讲的所有的概念 重要概念 并不难 但是呢 要用到我们 所学过的那些重要的一些结论 我们证明这一款 这一点的导数的定义 就是这个了 我们已经不厌其烦的写了 好几次这个导数定义了啊 就是这个极限 它已经存在 而且等于F1比2X0 我们假设它大一个0 如果这个大一个0的话 那根据极限的保号性 是不是立即知道 这个分式函数 一定是在某一个 其中第二个0 要求要比这个第二个来的小 那一定会在某一个领域里变 恒卫症 这是不是根据极限的保号性啊 也就是说 这样的第二条0 是存在着一个第二条0 大于0 但是要满足第二条0 比这个来的小 因为这个第二条0 我们希望它小一点 不管再小 总是存在的 这个要大于0的话 那这个如果大于0 那就分子分母保持同号 那么于是立即就得到 当X属于X0 到X0加第二条 这个时候分母是不是大于0啊 注意这写法要非常熟练 这个X0的右侧吧 这个要大于0 那么就得到什么 Fx会大于什么 X0 而当X属于X0减第二条0 到X0的时候 这是位于哪 在X0的左侧 对应的函数值应该有 Fx怎么样啊 小于Fx0 这就已经证明了 我们所要的结果 所以呢 导书的简单性质 我们已经一共归纳了 一共几条啊 一条 一条充分比较条件 左导书一道 都存在一些相等 还有一条是什么 在那点可导 函数在那点一定连续 第三条 如果已经知道 那一点的导书值的正负号 则有一个局部的比较性质 这个性质叫做局部 比较性质 也就是说这个性质属于Local 小范围里边的 也可以叫微观的性质 微观性质 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导书的定义概念和简单性质 都已经讲完了 这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希望大家掌握好 今天我们好像没有留这段内容的相关作业啊 下次再留 我写的题号给你们有这个题吗 还没有啊 下次再留 但是重要的要把这个概念吃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想就开始要考虑 这个导书是用极限定义的 那么我们面对的那些基本处等函数的导书 是不是都存在呢 那么这个结论是这样 基本处等函数 或是经过有限次符合加减运算以后的那个函数 也叫处等函数 所有的处等函数 在他们定义的内部的点上 都是可导的 导书都存在 一是就产生导函数了 是不是啊 所以下面呢 我们来 来看 初等函数 的导书 或是叫做导函数 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初等函数 Y就等于常数C 对任意的X 属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都是同一个常数 很显然 对任意的一点X 那么deltaFX 我们以后就写成deltaFX 相当于是 对任意的取定的一点 写它的增量 这个增量是等于多少 横等于0 因此得到deltaFX 比上deltaFX deltaFX 去向于0 实际上这个就是F1'X了 都存在 那么这个都等于0 实际上吧 这就是对任意选定的一点X 得到这个结果 那么常常记奏为 Y1'就是F1'X 那么对本问题来讲 就是C 是常数 打1'应该等于0 这就是记号 下面一个 我们来看 密函数 X的alpha方密 要求alpha不等于0 其中alpha是实数 我们任意选定一个X 要求这个X不等于0 先要求它不等于0 那么我们来考虑 X加上 X加上deltaX 减去X的alpha方密 这个也是alpha方密 这就是那个增量了 再比上deltaX 我让deltaX 这既然是否存在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后面 就这个分式上这个东西啊 可以这样子 就是 因为这个deltaX 去0的时候 X是固定的 deltaX在变化 那这里是被固定的 那么于是我们想到了 可以把它提出来一个东西 这要提出一个 X的alpha方密吧 上面就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1加上 X分之deltaX 上面的还是方密 是多少方密啊 alpha 然后再减一个1吧 我这写不下了啊 减一个1 让deltaX趋于0 然后下面呢 本来还是deltaX了 但是我们 得到过密函数的一个 等价无形小 现在deltaX是趋于0 X是相对固定 把这个能不能看成 一个无形小量了 于是我下面除一个X可以吧 要除一个X的话 那么前面是不是应该 相当于分母上除了一个X 那分子上应该怎么样啊 也除一个X 那这儿是不是变成alpha减1了 这过程我解释清楚了啊 但是我的地方 地方比较小啊 然后呢 就去考虑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我们继续往这儿写好了 X的alpha减1 后面这个极限呢 是这个东西减1 减1的话 那么是不是实际上可以写成 注意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事实际上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1的 1的alpha loin 1加上X分之deltaX 能看出来吗 然后再比上一个什么呀 我这样子来写 一切都没变啊 只是换了一个写法 能够理解吗 然后这地方是deltaX还是趋零 deltaX趋零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也趋零啊 还有减1啊 这地方还是有X的alpha减1 deltaX趋零 1的alphaloin 1加上X分之deltaX alpha方并减1 比上deltaX 比上X 嗯 啊 这没有alpha了 是这样吧 这样子 根据我们学过的一个结论 这都是常数了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无形小量替换了吧 那么是不是上面 就是变成了一个 alpha倍的loin 1加上 X分之deltaX 再比上一个 deltaX 比上一个 那么事实上 这个alpha又可以写到前头去 后面这个大家能看了吗 这是不是等价格小量啊 分子分母的极限 比值的极限是1 所以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alpha乘上一个 X的alpha减1 这个结论呢 说明存在 这个导数存在 并且等于这个结果 对 我们这里约定了 X不等于0 如果 X等于0的话 那么 F1比0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就是 deltaX的alpha方面 比上deltaX 让deltaX趋向于0 很显然 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可以考虑 当alpha大于1的时候 这几天是不是0啊 是不是0啊 跟你无情小干比机 如果alpha等于1的时候 这几天是多少 1 如果alpha要小于1呢 小于1是不是就变成无情大了 不存在 这样的话 我们把以上的过程给综合一下 就可以写成这样 X的alpha方密 有时候是写的下面 打个下标关系 意味着是对X求导数 打一撇 这个呢 就等于alpha乘上 X的alpha减1 特别著名 X等于0的时候 要求alpha要大于1 X不等于0的时候 alpha可以是任意实数 但是alpha小1的时候 alpha小1的时候 对X等于0来讲 这个导数是不存在的 所以写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就一般指数 密函数的导数的结果 就是这样 要跟alpha有关系 比如说 根号X的导数是什么 根号X的导数 就是X的二分之一次 关于X打一撇 二分之一拿下来 然后X肩膀上变成什么 二分之一 再减一 那是不是就是 二倍的根二X分之一 是这样吧 就是密函数的导数呢 是这样子来考虑 好 这是密函数的导数 密函数的导数结果 那么下面第三个 我们再看一个 A要求什么呀 不等于1 还要求什么 A大于0 X本身定义欲 要大于0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对任意的X 注意它的定义欲 是不是就是 0到正无穷 那么我们就来考虑 导数的定义 那个极限 写出增量 X加第二次 减去 Lion A X X被固定 这是对任意选定的一点 让第二次去0 比上第二次 对吧 那么就要考虑这个极限 什么时候存在 存在的结论是什么 那么事实上 整个的分式函数 是第二次的一个函数 而X本身呢 应该是看作一个 相对固定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 可以写成 就写成Lion 1加上 X分之第二次 就这个减这个 就放进去 下面还是第二次 但是我看到了 当第二次取0的时候 X是相对固定的 那么1加那一部分 那个小分式 是不是个无穷小量 于是我下面也配成 一个无形小量 这样的话 这儿应该怎么样 加一个X分之1 不议X分之1 是常数 让第二次取0 这个取0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 它的极限 或者说前面这个 这个等价于 等价于什么呢 这个呀 其实我们说过 这个Lion 1加X等价于X 是吧 X取0的时候 如果是Lion AX E加X 这等价于什么 根据对数的一个换底 或者说稍加处理以后 就会发现 它应该等价于什么 是不是就是Lion A 这还是E吧 就是Lion 以A为D的E X 差一个常数倍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极限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第二次 比上X 换底的话 我想大家换底的 公式 大家应该比我熟悉吧 这个东西应该等于 上面是 上面是Lion E为底的 那个标准指数函数 是不是啊 下面是Lion A 是不是啊 Lion Lion E 总的来讲 这个地方 地方太小了 我们把最后结果写出来 是 X分之一倍的 Lion AE吧 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个 实际上也可以写成是 X分之一 除以Lion A 跟你换底公式 就这个 再写一遍吧 就是 XLion A分之一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立即可以考虑 Lion E X 这个就是经常记作Lion X 这个东西的导数是什么呢 就是X分之一 因为这个时候 Lion E 这个东西就是等于E了 这个结论是对任意的X属于0到正无穷 都是对的 0到正无穷都是对的 第四个 你说再看一个Y等于3X 这个定义是对任意的一个X在数轴上 都是有定义的 那么这个结果呢 是比相对比较简单的 我们考虑 Delta SineX 比上DeltaX 对任意X来选定这个 考虑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就是 DeltaX属于0 下面除以DeltaX 这个东西是两个相减 实际上是 我们省了一步啊 应该是 Sine 括号 X加上一个DeltaX 减去什么 SineX 有没有想到要把它给核差化机 是不是 核差化机就变成什么了 二倍的Sine 二分之一倍的DeltaX 就没以前考虑连续性的时候曾经写过啊 还有个Cosin 什么 X加上 二分之一倍的DeltaX DeltaX属于0 这个极限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如果要再除一个2的话 那这就得 这个除一个 这个2是不是就没了 这个2就没了 这样的话呢 根据乘法准则 极限的乘法准则 两个笔之极限是不是都存在啊 都存在 而且发现了没有 这个极限是等于什么 E乘上 CosinX 注意 第二个X是变量 第二个X是变量 X相对固定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果 对认一点 数字上认一点 关于X的一节导数 打一瞥 就是CosinX 完全类似的 大家课后自己去做一个 就像我们那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CosinX的导数 是负的 SinX 这个留给大家课后去做一个练习 可以吧 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 用导数定义来做一个导数出来 是什么味道 好 今天可以